大家好,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希望和未来 作为孩子的艰苦人,肯定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这是所有父母的共同心愿 与时,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更是需要小心谨慎 为了孩子健康着想,这五种食物最好不要让他们吃,身体会越吃越差 第一种,含铝元素的食物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油条座位早点十分常见 但是大家知道吗,油条制作过程中,很多商家会加入米饭 使得油条更加蓬松,口感更好 米饭的学名是十二水和硫酸铝甲 如果经常吃油条,就会导致铝元素超标 还会长期使用含有铝元素的食物,会影响质力发育 第二种,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提到反式脂肪酸,大家可能非常陌生 但实际上非常常见,在一些零食的配料表中就会表明 包括带可可纸,纸纸末,人造奶油等等 孩子如果经常吃这类食物,就会影响孩子神经系统,健康发育 第三种,有氧化脂质的食物 过氧化脂质,指的是油脂发生氧化而产生过氧化脂质的过程 一般我们经常吃的食物中,以油炸、煎烤、烟熏的食物最为常见 经常吃这种食物,就会使得身体新生代谢系统出现问题 还会导致大脑萎缩 第四种,含有缺元素的食物 日常生活中,含有缺元素的食物挺多的 比如皮蛋、爆米花等等 孩子如果经常吃这几类食物,就会导致体内氢元素超标 长期如此,就会伤害到孩子 中枢神经系统,还会导致贫血、缺钙等情况 第五种,含烟量高的食物 比如腌菜、鸡精、味精、酱油等 孩子如果吃了过高含烟量高的食物 就会导致脑组织供血不畅,出现缺氧的情况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并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